炫武红装看史军 三桑五五吉黎门 香排踏破嵌挪裙 大家好 我是戴璐 来自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刚刚是我非常喜欢的 东坡撰写的《唤西沙词》 从古至今 东坡一直没有远去 就一直这样亲切地活在我们身边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写道 一提到苏东坡 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的会心一笑 苏东坡为什么具有温暖中国人千年的魅力 苏式的文化精神 在当今对于东西方文明互界 有什么样的时代价值 日前 中国苏式研究学会副秘书长 四川大学苏式研究中心副主任戴璐 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首先当然是因为这个东坡本身是具有这个 像这个鼠中的幽默的这个细胞 经常给人这个开玩笑 另外就是为什么会让人这个会心的一笑呢 从这个东坡那个时代开始 他就一直说的上可陪玉皇大帝 下可陪这个碑田院起儿 在徐州的时候 他去这个旗宇归来 在这个路上 他写这个淳朴的这个春妇 看到他 炫抹红装 看使军 他出到惠州的时候 富老乡写 是紫翁 这是他在惠州 受到这个百姓的爱戴 不管是他这个在朝在野 当地方官 还是还是这个一介这个平民 那么都能和这个百姓啊 打成一片 我认为呢 是三苏的啊 所谓的这个熊士百代啊 他和这个他所处的这个宋代 之前之后啊 都能发生非常广泛的关联 那么北宋以后 南宋人为这个东坡做年谱 还有南宋的这个很多笔记当中 去寄述东坡的啊 包括三苏的这样一些 译文趣事啊 编撰他们的文集 为他们的诗词作著等等 那么聚集起来很多的啊 膜拜东坡 学习东坡 景仰东坡的啊 很多的这个文化的形式 最开始是在这个东亚 汉文化圈之内 在这个朝鲜半岛和这个日本 那么啊 当时朝鲜的文人 到这个中国来啊 专门到这个去参观 这个三苏堂 去这个 将这个梅山 作为一个这个 膜拜的圣地 东坡山谷 未曾酱油 这是这个日本武山时代 那一些这个师僧 他们这个在学习 这个中华文化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切入点 就阅读这个苏东坡的诗歌 到了这个二十世纪以后 那么这个东坡这个作品的啊 各种这个音译 各种的意见 逐步的啊 为这个西方世界所了解 那东坡曾经讲过一句话 叫这个来而不可 使者 使也 导而不可 使者 机也 那么这句话啊 在这个 当今的这个中外交往的 这个场合 实际上多次被运用 它作为东西方交往的 这样一种 这个时机和机会 实际上给我们这个 很大的启发 林语堂曾将苏世形容为 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法国世界报在全球 评出十二位千年英雄 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 该报副主编 让皮埃尔朗日里说 苏东坡能入选千年英雄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有一颗自由的灵魂 自由的灵魂 其实就是开放包容的态度 对人性的基本尊重 对文化多元的呼吁 今日 东西方文明互见 我们正需要这样的底色 你说的 我愿意 虚待 空 你可以